大家好,很多优秀投手都有这种体会 某一次三分头的很正很舒服,可惜长了一点点 也有人射程不够远 今天我们就向护理讨教解决方案 有效控制投射距离 还是分析发力 首先下肢发力靠身体的上升给球一个稳定向上的初始速度 身体也处于上升的初始阶段 此刻三头肌驱动小臂开始发力 从摄像的角度看,手腕与小臂的夹角是130度 远大于90度的传统认知 此后手腕状态保持不变 注意,在这个位置球的方向急剧改变 说明小臂发力占比很大 直到此刻,手腕与小臂的夹角始终未变 此刻球的运动方向与第五条直线一致 此后手腕开始发力 而球的运动方向不变 力的作用点与质心连线与球运动方向平行 这说明手腕的发力方向与球的运动方向一致 力的方向和作用点都合理 力的大小就容易控制了 这就是库里精确控制投射距离的诀窍 也是库里的射程非常远的主要原因 下个视频介绍库里如何控制投射偏差 彻底颠覆传统投篮认知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